曲风产音乐 那么有关去受内容 不少这个梦境 这个感应在古代日本法阑上人的时代也有 那个时代有一个出家人叫做维莲坊 他也是对公民变造十方世界电脑说能摄取不舍 这个教理这个内涵有所不明白 也想亲自希望佛来跟他开示 所以他就到一个寺院去 在那个寺院闭关七天 七天当中都练佛 从早到晚都赚意练那么阿弥陀佛 希望这样来祈求阿弥陀佛为他开示 可是第一天过去了阿弥陀佛并没有在梦中显示 第二天也没有消息 第三天也一样无影无踪 可是到了第七天的晚上 他做了一个梦 他梦到他在佛堂练佛 佛堂的本尊的阿弥陀佛 从佛桌上走下来 到他的旁边突然间伸手把他的手腕抓住 让他能不妨有这样一个动作 被吓到了想要立刻逃跑 可是一点都逃不开 因为走晚被抓住了 好像他的身体被锁链链链链链住了 动摊不得 那个时候本尊阿弥陀佛张开嘴巴跟他说 这就是摄取不少 所以这个出家人为连法才晓得 哎呀 所谓摄取不少就是阿弥陀佛的手 把我们的手腕抓住 让我们逃不掉 这个叫做摄取不少 那当然以中文来看的话 这个摄就提手旁 然后旁边就是三个耳朵 小小的耳朵 那表示阿弥陀佛救度我们 很简单 他伸出三个佛手指头 就可以把我们一捏 就捏到极乐世界去了 是